音樂才女 陳啟臻最近擔任電影策展人 挑了八部經典作品 包括她自己擔任主唱的《藍色大門》 還有臺灣的攝影家李平斌等 三位大師的紀錄片 她還特地挑了一部喜劇 電影《重金搖滾雙面人》 想更瞭解陳啟臻去看電影 臺灣經典國片《藍色大門》 拍高中生的青澀愛情故事 演唱主題曲的創作才女陳啟臻 這次改當電影策展人 除了《藍色大門》之外 她還特別挑選了臺灣的攝影家 李平斌等三位大師的紀錄片 發掘他們鏡頭外的人生 我覺得電影還是很有魅力 很迷人 有幾次遇到一些人 她說我想謝謝你們 因為我年輕的時候 看過你們的戀戀風承 童戀往事 她就覺得那個片對她一生影響很大 我自己也很好奇說這些 就是局勢文明的攝影師 他們是怎麼樣看待攝影這件事 然後鏡頭背後的他們平常的人生 怎麼樣去觀察 怎麼樣在這麼多的照片裡面 然後創造出自己獨特的語言 陳啟臻說在看攝影大師李平斌的紀錄片時 甚至感動到哭出來 以前我就想 我在臺灣拍電影 怎麼拍都在臺灣嘛 但現在世界變小了 家變遠了 除了紀錄片之外 他也挑了導演北野舞的阿基里斯 雨桂 你什麼都在做 你什麼都在做 你什麼都在學校 都在學校 他們都不知道他們的藝術 以及音樂電影 重金搖滾雙面人 我媽媽的 兩部都用激烈的手法創作 陳啟臻笑說 其實他的內心超暴力 很喜歡在看電影的時候 找尋創作的靈感 有時候看完 因為你沒有預先預設的立場 你也沒有準備好心情 要去看一部什麼樣的片 你就會得到一些全新的靈感 那你也會暫時把自己脫離 拉出你本來很膠著的狀態 有時候往往離開電影院的時候 就是你看到燈火通明的城市 然後你又會對 對創作又有新的想法 曾啟臻同時也選了 《聽見天堂》 《生命之詩》等作品 探索自己的童年生活 從這八部經典作品中 我們用不一樣的角度 了解他的內心世界